好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国金证券分析师许玉琴 你好 许玉琴 主持人你好 对于市场的后市走势怎么来看 关注哪些板块 好的 就是我们对于后市的看法呢 是强支撑和强压力并层 后期呢应该会震荡叙事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昨天呢就是大盘是深微震荡 那其他的这样一个走势呢 也表明了下方的支撑比较强劲 我们认为这种支撑呢 主要来自于情绪和资金两个层面 那情绪上呢包括像十三五规划等 政策和事件性的一个因素呢 让一些热点包括健康中国 美丽中国等呢也是层出不穷 所以市场的人气呢相对是比较好 而资金层面上呢双降得到验证 而且是越超市场预期 另外呢后续的经济数据呢 也显示还有这个宽松的一个预期 而且外围的宽松预期也比较强 这是支撑方面 而压力方面呢 各股指已经进入到了前期一个 成交密集的一个压力区域 所以短期看呢 还是需要震荡来消化这个压力 才能够续集足够的这个势能上工 好吗 谢谢大家